张柏芝520开演唱会,现神秘嘉宾捧场,张柏芝含泪说不后悔。 在520这天,很多的情侣爱人都在不同程度地炫恩爱、撒狗粮,不少人也选择了在这一天结婚,而就在这一天张柏芝办起了自己出道20周年的演唱会。 前来现场的只有比百人,对张柏芝来说这已经足够了,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,不免真的有些凄凉,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发生了那么多,还是有粉丝来为他捧场,内心还是非常感激的。 现场经典的那些歌曲勾起了太多人的回忆,就在大家欢聚一刻的时候,有一个人突然来了,他就是谢霆锋的老爸,谢贤。 在演唱会中,谢贤助理为曾经的儿媳捧场,即便张柏芝早已和谢霆锋离婚,但是在谢贤的心里,张柏芝永远是他们谢家的儿媳。 谢贤的到来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感慨,觉得谢贤真的是一位很明示里的公公,即便两人离婚,但是张柏芝的儿子身上还是留住谢家的血脉,怎么能不认呢?不支持呢? 张柏芝也是很感激自己的公公,看到他来捧场,激动地热泪盈眶,在后台更是说出,从来没后悔做谢家的儿媳。 短短几个字足以看出张柏芝对谢贤的尊重。 此生还有这么一位开明大度的公公,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伸手帮助自己,张柏芝无疑也是幸福的,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,只希望作为单身妈妈的张柏芝能够更加的勇敢和坚强,同时找到属于自己的肩膀。 毕竟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太累,女人再坚强也需要男人的呵护,祝愿她找到自己的真爱吧。 她的新剧也即将在湖南台上线了,喜欢她的可以去关注下哦。